今年最强的梅雨封面 现在撕裂成东西两段 高低压在那边拉扯 上礼拜还说什么会像台风 结果感觉上好像雷声大 雨点还好 但是大雨的时间是会拉长了 只不过气象局预报中心主任证明点 之前在脸书上面预告说 会狂风暴雨 尾书跟它红胎 结果呢 把它吓掉了 滔滔大水不断漫上街道 场面出没惊心 连日来的豪雨 中南部频频传出灾情 相照之下 北部地区周末两天天气晴朗 甚至出了大太阳 南北两样晴和气象局预报的有出入 但外界质疑 这波最强的梅雨封面 根本是言过其实 梅雨封面南下的过程中 然后在东边可能具有冷风的特性 就是后面的冷空气 会把它推得比较快 会让前面这一段快速的离开 气象局说 一切权益为梅雨封面闹分家 气象中心主任郑明点也说 梅雨封面受到冷高压系统吹断 移动速度较快的东半段 从台湾东部海域通过 封面云系没有进入到台湾 移动速度较慢的西半部 拖到20号晚上才压进台湾本岛 导致北部延后12个小时 才出现较大雨势 周末气象局在之前就先针对了 台湾各地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 可能都会有决定 大豪雨以上的等级的标准 上周气象局17号预报就破天荒 挑过大雨 豪雨两极 直接发布大豪雨特报 正明点也在脸书上 PO文说封面前端形成了一条刨线 通过台湾的时候会出现狂风暴雨 甚至预告猛烈的雨是不会输给台风 不过其实这道刨线在19号下午已经消失 正明点的贴文也已经删除 而气象局又被再度质疑 预报失准 北部地区其实它的降雨 大家感觉星期一上午好像没下什么雨 那星期天晚上我们已经看到 其实这整个天气系统的影响会稍微延后一些 虽然现在各地的降雨是主要趋缓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还有对了云气 持续的靠近 因此就今天来说 气象局还是发布豪雨特报 气象局预测 雨是最猛烈的时间将拖延到22号 整个西半部都可能出现大豪雨等级以上的灾害性暴雨 周四之后各地雨是才会逐渐缓和下来 这一新闻 陈俊杰 沈永莹台北采访